我先問一下老師 請問 你準備自己的東西 或的時候 現在有沒有感覺到 我們常常會分心 很容易啊不小心就一下 都摸一下一下吸摸一下 糟糕該做的事都沒做對不對 Windows有內建這個 有沒有老師有用過 這個啊 你有聽過番茄鐘吧 我們那個之前的唐鳳部長有沒有 很喜歡用啊 Windows有內建 在哪裡 在這邊 各位 你找一下 鬧鐘 他是放在鬧鐘裡面的 你就找那個附屬應用程式吧 還是應該是附屬應用程式裡面 我記得有個鬧鐘 這個 還是在比較下面 時鐘時鐘抱歉 時鐘 還記得以前我們疫情的時候不能逆時鐘嘛 不然會有危險 有沒有找到 找到了 他 他 就叫做時鐘 你也可以用搜尋的 直接打時鐘也可以 找到之後呢 來我把那個 秀給大家看 真的是叫時鐘 所以大家是不是到這裡就沒有在用了 以前你大概就到這邊嘛 想說時鐘我怎麼可能會需要用到他 來我們看一下 其實我們 線上課也好 或者是 那個 老師上課 如果你有需要倒數計時 可不可以用這個 也可以啊 直接指定我要幾分鐘的倒數計時 你就可以把它留下來然後就按Play 這是一個 可是我們要的不是這個 所以麻煩你幫我按一下 上面三條線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專注工作階段 就是他 嘿這個其實就是 番茄中 所以其實說真的啊 Windows內建就有這樣的功能了 你也不用 再去找外面的 當然如果你覺得你需要更多你可以找外面的功能 好你看我們就開始使用囉 有沒有看到了 你家 最短 專注時間 10分鐘 一般我 比較常用15分鐘嘛 就是 我們平常大概專注力大概差不多15分鐘左右 你就要起來休息一下 好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 坐下去囉 你看下面他又幫你推銷有沒有 突兜 有什麼代辦事項 好那 重點是 你看喔 他會幫你統計 幫你統計說 你今天 完成了幾顆番茄中 然後你專注的時間有多長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好我們來試看看喔 你看這裡 我就按下 專注 是不是這樣就一個 但是你一定會覺得 我沒有看到他 我沒有看到他我就忘記了對不對 所以 他有一個置頂功能 在這裡 有沒有這樣就提醒你 所以 不管你跑到哪裡 你都會看到你的時間正在跑 好 這樣也了解了 你要變大一點也可以啦 像這樣變大一點是不是也可以 重點是 你可以暫停啦 如果剛好現在剛好有事情 比如說接個電話啦幹嘛的 你可以先暫停一下 然後呢再繼續下去 這樣會不會的 好那時間到了他會提醒你 好因為預設就是顯示那個剩餘的時間 好像這樣子那我們就可以專注一下 時間到了 就不是說在看看新聞 在滑滑手機 真的要起來休息一下 讓你的眼睛看看遠方 這樣了解 好所以其實這個是Windows內建的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稍微專注一點 因為說真的我也跟各位一樣 我常常有時候不小心就 看過頭了 所以我就會像這樣 用這個來提醒自己 這樣OK嗎 可以參考一下 好那我們就讓他 在這邊專注一下 因為差不多剩這個時間就到12點了 好我們就待會試看看你就知道了 好 這樣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那